縣府在南投縣立富有館辦理 112年度私立就業服務機構 政令宣導基礎談會 縣長徐舒華親自出席與會 並聽取業者建議 會中業者針對移工休閒 放寬家庭幫庸 中高年齡職場就業補助提出建議 徐縣長不但在場出筆記 也公開回應相關問題 針對有關移工居住的安全等議題 涉及法令部分會請中央解釋 涉及地方權責方面 縣府原則是重寬認定處理 業者建議包括放寬家庭幫庸 中高年齡職場更多就業補助等議題 因釋涉中央權責 縣府會建議中央參考 也希望來台的移工能夠得到更好的照顧 非常感謝各國的移工來到台灣 不管在我們的工業 在我們的農業的移工 包括在很多家庭照護 實際上都為我們台灣做了很多的貢獻 那當然現在有很多的朋友 也非常關心更多的移工 在這邊居住的環境的問題 還有包括安全的問題 我們縣政府今天也透過座談會 向所有的仲介業者來做了解跟宣導 也希望大家打造更好的移工的生活的環境品質 另外一方面 因為多數的移工在我們南崗工業區比較多 那因為晚上夜間比較會有一些 可能是喧嘩啦或者是說在環境 髒亂的部分包括噪音都有比較多的影響 那議員這邊也希望我們這些朋友們 包括中介業的管理上面能夠比較落實的去做好 所以我們也透過今天的這個座談會 請我們所有的中介業者把這個周邊的去做好相關的管理 那並不是做管制 那當然我們包括業者提出來的 如何在我們工業區的鄰近的部分 能夠找到更多的休閒的地方 讓他們有去處 那我們大家來維護這樣的一個生活品質 這個我們會陸續來做 那陸陸續續業者也提出了很多是有關於中央的 法規的建議能夠放寬 那或者是說能夠更包括這個家庭的幫用的部分 也能夠請政府來開放 還有包括呢這個中高年齡層如何踏入社會之後呢 政府應該要有更多的就業的補助 這方面我覺得意見都非常好 那先政府會把所有的資料都匯整起來 那麼也請中央能夠參考 讓更多的移工來到臺灣之後呢 也受到更好的居住環境品質的照顧 那同時呢帶來地方的生產力 那另外一方面呢 我們也希望移工在這邊能夠安全 也不要造成我們在地百姓的生活上面的困擾 這個需要我們中央地方政府 還有業者大家齊心來合作 學縣長表示 南東縣移工人數從100年5月的8508位 增加至112年5月的14282位 增幅近一倍 外籍移工在產業或是家庭照顧方面 是不可或缺的勞動力 他要代表縣府感謝移工的貢獻 縣府也會持續重視 移工生活品質的提升 藉著這件事情 南東縣採訪報導